为中国黑社会老大嫌疑人辩护的一位律师 以伪造证据罪被判处两年半徒刑 律师李庄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重庆被法庭判刑 检察官说李庄唆使据称是黑社会老大的公刚模 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作伪证 乍称自己遭到刑讯逼供 当局在重庆对有组织犯罪展开打击行动 逮捕了公刚模等几百名据称是黑社会成员的人 有几人已被定罪并被判处长期徒刑或者死刑 不过法律专家公开抱怨说 当局为了急于定罪而罔顾基本的法律权利和程序